要看艺人表演呢 还可以到这里 台北车站附近的街头 非常的热闹抢眼 所以有一群泰国的人妖 他们为了要宣传自家的表演呢 就亲自穿上闪亮亮的歌舞服装 然后在大街上发传单 也还引起了这个路人的侧目 不少人是要抢的拍照 刚才美女来发传单了 台北车站街头真养眼 不过你看得出来吗 这群美女都是泰国人妖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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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吓死了 为什么 没有 太热情了啦 那你觉得这样会吸引你 会想要去看吗 才不错 漂亮的才会吸引 那你觉得刚这样看什么 漂亮的才会吸引 左闪右躲不少路人很害羞 手拿传单眼睛不忘偷瞄一下 路过老人家回头猛看 自己是不是老花眼 因为这群泰国人妖真的很漂亮 真假难辨 OK 我觉得那个好可怕 那他这样派传单会吸引你注意 会 那你为什么想要跟他合照 因为很有趣啊 他比较特别 长得比较不一样 真的太新奇了 不少路人抢着拍照 为了宣传来台表演秀 这群泰国人妖 亲自上阵在街头发传单 像这位娜娜二十岁 是团圆里最漂亮的 二十岁的凯蒂也走温柔风 广受观众喜爱 加上穿着新凉 围观路人越来越多 还有怪怪老兄 一路跟着泰国人妖后面 能不妨伸出手 一阵尖叫 好险差点被闲出手 尽管心里有点不舒服 第一次在台湾 街头发传单感觉很特别 有人在急着 有两个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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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认为是 整群泰国人要来台 纯洁表演党期两个月时间 休息时间就在台北各大街头 发传单 一方面造势 也让台北街头很有异国风情 中文学女士二人一方 台北报道